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人罗伊斯说 美国历届政府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对朝鲜抱着不现实的幻想 希望朝鲜有一天会突然通过谈判 停止其核项目 因此在1994年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抱着这样的希望 通过了与朝鲜的核框架协议 此后我们一直推动接触 但是朝鲜却一直在违背协议 设法完善他们的武器 2013年2月 朝鲜第三次进行核试报 罗伊斯议员说 这说明美国过去对朝鲜的方式已经失败 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 以错误的方式应对朝鲜 不仅使朝鲜半岛局势更危险 也使得世界更加危险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朝鲜的犯罪行为 政权的财政来源 听众会邀请各方专家 讨论美国今后对朝鲜的政策 包括杜绝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裁员 朝鲜政府涉嫌把贩毒 制造假钞等非法活动作为生财之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恩格尔议员说 朝鲜在以国家的名义犯罪 平壤利用主权来阻挡外界的影响和干预 进行违反国际法和许多国家法律的活动 朝鲜用这种活动来维持政权 与会证人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 与外交学院助理教授李盛云说 朝鲜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世袭制的共产党国家 按照人口与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 朝鲜的军事力量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他说这些不正常性使得朝鲜能够以对外挑衅 对内压制的手段对世界事物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李生云教授说 由于朝鲜依赖不法行为来维持政权 美国应当也有能力向朝鲜施加压力 迫使朝鲜放弃核武与导弹计划 美国财政部应该宣布整个朝鲜政府 为主要的洗钱活动观察目标 这样财政部就可以要求美国银行 采取特别的防范措施 严格监视外国的个人 银行与机构 进入美国的财政体系 美国与中国在3月5号达成对朝鲜 实行严厉制裁的决议草案 恩格尔议员表示 希望中国不要像过去那样 先同意制裁 然后削弱这些制裁措施 我希望中国最终能认识到朝鲜政权 对世界许多地区构成威胁 因为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 它在帮助叙利亚这样的国家 获得核武器并且和伊朗合作 但是来自美署 萨摩亚群岛的国会代表 法里奥马维加质疑 制裁措施是否奏效 我认为加大制裁措施 可能会危险到朝鲜的生存 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所以中国不会积极推动 这些制裁措施 我们牵着中国 一万三千亿美元 还想制裁那些和朝鲜 做生意的中国金融机构 这实在是异想天开 法里奥马维加还提到 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 最近在平壤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他说其实这次访问 可能和当年美中乒乓球外交 一样重要 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 在听证会上表示 国会将根据这次听证 提出的一些建议 推出相关法案 他说除了依赖北京的合作 美国还有很多选择 阻止朝鲜的不法商业活动 将对朝鲜政权造成很大的打击 EOA卫视报道